好暑假到了来看到玉里国际同济会办理玉里同济杯第三届的国小网球锦标赛 那么就在玉里镇的网球场是隆重的举办 虽然不是大满贯的冠军赛但是学生们都非常的兴奋 那么今年国小组比赛人数是来到了78位非常踊跃 家长们也都鼓励孩子们走出户外来打打球 让暑期的生活更加丰富又健康 玉里国际同济会办理第三届的国小网球锦标赛 一早由会长李翰护带领大家抱着期待心情来到玉里镇网球场 每位脸上都洋溢着兴奋无比的气息布置会场 大火不分离我在短短时间内已经布置完成 也就定位准备活动的开幕式 非常欢迎来我们玉里来参加这个网球比赛 我们这个同济杯今年是第三届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有好的选择出来 谢谢大家辛苦了 谢谢你们谢谢 玉里国际同济会办理 玉里同济杯第三届国小网球锦标赛 就在玉里镇网球场隆重举办 虽然不是大满贯的冠军赛 但也是令人兴奋的一天 那个各位的教练能在这边 大老远从花莲带小朋友下来 来参与这场比赛 当然最后感谢我们的那个同济会 秉持着取自己社会 用自己社会 让各位小朋友有这个舞台能参与 能有这场赛事 今年国小比赛人数来到78位 非常的踊跃 家长们也都鼓励孩子们走出户外来打球 让暑期生活更加丰富又健康 记者高松霜玉里镇采访报道